女性去洗頭 比如說她頭過度癢 再來就是按摩的時候 油推的時候 也是盡量不要超過中線 我們胸鎖乳塗肌 就是從這個後面的乳塗 到這個胸鎖的關節這裡 有一個斜斜的一條肌肉 那這個進來攝影區裡面 就盡量不要按壓了 那我們待會超音波做的時候 也是就是要直接的 這個檢查重點就在這一區 那老師的血管看起來 粗細也是很均勻 那有這個紅色的血流 那我們就超音波檢查的時候 可以看到它內膜 有沒有增厚 有沒有狹窄 然後也可以測它的流速 一般的流速 不要超過100的話 就表示沒有狹窄 那有的時候增加到兩倍 200 300 就表示說有高度的狹窄 不只是心腦可以裝支架 觀眾朋友最新的是 防護網頸動脈支架 預防中風 六鼠罪的男性 他有高血壓 但是他左手無力頭暈 發現他的右頸動脈 75%狹窄 而且有小中風 所以採取的是第二代 防護型頸動脈支架治療 所以頸動脈狹窄怎麼辦 是 一般我們腦中風是大家熟 國人熟知的一個疾病 那在中風的族群裡面 100個裡面可能有10到15個 是因為頸動脈狹窄造成的 檢查的結果 包括了超音波 還有電腦斷層 都發現它的確在右側的頸動脈這邊 有75%以上的狹窄 那研判是說它這個狹窄 的確跟它的症狀有關係 因為我們右邊的頸動脈狹窄 很可能會造成右腦的中風 那會造成左手左腳的無力 這個症狀是吻合的 那我們進來做了血管攝影以後 發現說它有一個這邊的狹窄 那我們白色的就是原來的斑塊 可以看到黑色是血影劑流過血管的一個形狀 在這邊有一個高度狹窄 那這個為什麼會破一個洞呢 就是我們的斑塊有時候會脆弱 脆弱的時候也許它就會裂開來掉落出去 那這個飛弱的一個斑塊 飛到腦部遠端就會造成中風 那它經過一個支架的一個治療 就可以把它壓平 那第二個案例 它也是一個49歲患者 那它也是有一個危險的一個危險因子 就是所謂的頭頸癌 接受一個放射線的一個電療 那根據我們醫學的一個研究 發現大概在電療之後 5到15年之間 這個病人他很可能 除了很多的一些常見的後遺症 包括了脖子僵硬 吞咽困難這些之外 還有一個隱形殺手是病人感覺不到的 那個就是血管的狹窄 血管狹窄 而且它的比例其實占這類的族群非常高 幾乎八成以上都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就要提醒這類族群的病人要特別注意 那這個病人它有 才持續追蹤的情況下 結果就已經發現說 它有90%的左邊的狹窄 而且右邊是全阻塞 等於說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兩條主要的大動脈 它幾乎只剩下這個10%的一個供應了 所以它也是要預防這個中風的真正發生 做進來以後也的確是看到 它在這邊有高度的狹窄 然後也是一樣 斑塊有一個破裂的情況 我們邀請我們的主持人 可以來幫我們捏一下 這是一個自開式彈力性的 所以它即使植入在我們的景東脈 我們輕度的按壓的時候 也並不會把它壓扁 它有一個彈性 包包的 對 那我們傳統的這個景東脈支架 它有五種的設計 前面兩種它是一個密網型的 壁環型的 它就是一個編織 那壁環型的 它打開的過程當中 就好像一個編織的籃子 過程當中還可以收回去 那其他三款 就是它是開環型的 它一旦開了 它每一節每一節是分開的 所以它是不能夠收回去的 去年才開始引進國內的是一個密環 密環式 就是一個這個防護網型的 這個防護網型的 主持人仔細看 它有一個主結構之外 它還有一層薄紗在上面 有 摸得出來 對 這個概念就好像 我們平常去登山的時候 開車 開山路的時候 會看到路邊有這個 一個防護網 防落石的 一個密網 那就是說在我們支架撐開的時候 不要有穴穴擠到這個支架裡面 擠到這個主幹中間 它有這個防護網的話 它可以讓它不要有穴穴掉進來 來降低這個中風的攻擊 50歲以後你做了超音波 發現大概只是內膜增厚 狹窄程度大概算30%的話 那一般就是要控制一些危險因子 不要惡化就好了 那飲食也是注意 那再來如果程度比較高一點 30到60%的時候 這時候原則上還是以藥物的一個治療 就有很好的效果 後來有一個新式的這個支架的手術 現在也是大家就不願意開刀了 大部分都採用這個支架 來把這個血管的路擴張就可以了 剛才講的這個是一個閉環式的 所以它是像網子編織一樣 像這樣子 很清楚 對 那如果置放過程當中 放的絕對不夠準還可以收回來 所以在調整位置以後再把它置放開來 這就是所謂的這個 剛才講到的這種 閉環式的 它像一個網子 一個編織 很清楚 那實際上操作的時候 我們在導管室裡面 在X光機底下 我們會從鼠系部這邊做一個局部麻醉 局部麻醉之後就可以穿刺進來到主血管裡面 那我們沿著這個 像主動脈到這個主動脈工這邊 這個過程大概其實很快就可以到 民眾都很難想像怎麼樣進來 實際上從這邊到這邊30秒 30秒 30秒我們就可以上到這個上面來 那只要把管子能夠放到我們的頸部以後 我們看到支架已經慢慢打開來了 對 在這個支架有打開一個情況 好 那支架開在這裡 對 我是光文英 請到聚焦2.0 YouTube 頻道 進行訂閱 同時到聚焦2.0 FB 點贊